其實在不用藥的一種生產模式之下 東西為什麼會比較貴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很討債 是因為我的成本真的很高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用藥你就忍受一些損失 那忍受損失之後 那怎麼辦 那如果說好 大家都說 我現在外面 我隨便舉個例 一顆高麗菜 外面大家都知道 外面現在可能20塊 你去合作社買一顆怎麼是20塊 我自己也在拿菜 我知道怎麼會選20塊 當然是很多錢 但是值得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你吃到的東西是很安全的 那我覺得合作社給這個價值是非常好 我自己是合作社的愛用者 因為我覺得合作社 我每個東西用起來都覺得真好 因為我認識這個組織之後 我就覺得觀念非常的好 那所以 我覺得付這樣的錢是應該的 那因為 否則你沒有辦法 要農民去支持他生產 就像草莓 我講實話 草莓我生產五年 如果不是合作社 我應該第二年我就決定 因為第三年 員工都叫我不要再種 他說老闆 你不要再種草莓了好不好 因為他知道我沒有賺到錢 可是呢 大概就是 合作社 因為合作社 所以有支持了一段時間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需要 應該說需要社員支持 但是 我再說 也不要那麼相怨 我們東西真的有時候 也是會有點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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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